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 我可真是没想到 明明是大好男儿 家世 样貌 才华 都是万里挑衍 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 可她非得 非得如此剑走偏锋 母亲 您竟然也懂 燕修这比王爷小几岁 老大不小了 竟连一个妾室通房都没有 我早该想到这不正常了 母亲 你也别想太多 燕修她肯定不是 我们都亲眼看见了 那画面我都不敢想 母亲 您别想了 好孩子 你别难过 你放心 王爷那边 我做母亲的会好好归全 燕修那边就交给你了啊 好 我梦在前方 但梦也照亮 微微散发着光芒 我对着太阳 就不怕悲伤 她带给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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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战胜我 就让那风雨慢慢渡过 没有什么哪有如何 我还是最真的我 你想要什么东西 无论多贵重 本王都送给你 王妃 你总算来了 你可知道 本王最近的心情 若兰 本王想你啊 若兰 来 站过来 若兰 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昨夜 月色正好 一时失省大发 这不碰巧 遇到燕修了吗 昨晚燕修 又为何一人坐在湖边 巧了 这不 昨夜月色正好 适合沉思 对了 王爷 此前夏国在雀场抬高羊肉价格一事 可有后续 本王与夏国使者再三协商 尚无顶论 尚无顶论 本王着实烦闷 夏国北部旱灾 正向周边购置粮食 反观松果 粮食副足 以彼之道 还施彼身 此法可行啊 还有一事 王爷 王爷可知 夏王近期身体抱恙 一位王子着手雀场 另一位王子 必会另寻他法 来议争高下 松果地大物博 夏国虎视眈眈已久 如果您是另外一位王子 您会从何处下手 如果这样 着实令人心惊 夏国一事牵扯三国 一旦处理不好 受苦的便是百姓 还望王爷多多费心 此前王爷交代的任务 燕修定当不如使命 还恳请王爷 将听风赏月 儿女情长上的时间 花在国事之上 燕修代南昭国 谢过王爷 燕修 本王把大半辈子的心思 都放在了国事之上 只不过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 渐渐地发现 这平时忽略的事情 比自己想象的 更为重要 王爷有何困惑 不妨一说 只是这儿女情长 与家国大事相比 根本就不值一提 燕修敬王爷一杯 好 竹子 竹子在说 没事 竹子 太妃跟你说了什么呀 这么开心 他说 王爷和二皇子的事 王爷和二皇子 他们什么事啊 说不得 说不得 姐姐 蓝妹妹好 你觉得王妃此人如何 王妃向来古板无趣 王爷不喜欢她 不过 她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王爷对她也不太一样了 这个女人天天压着我跳舞 不过是想找个借口盯紧我罢了 南赵那个人 似要和她一起联手来对付我 二皇子 她为何要针对我们 她不是帮王爷抓刺客吗 他们有什么算盘不重要 说不定刺客没有抓到 一不小心 就先死了 走吧 走 蓝侧妃 坐 下国四皇子有礼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说 你从何得知 四皇子息怒 我并非要有意调查 只不过我只是随口一问 您就承认了 大胆 小官 中学是不是有埋伏 四皇子 您这烟织铺 货品齐全 但是门庭冷落 最重要的是啊 连个像样的懂胭脂的老板都没有 这么匆忙布置暗庄 也只有为了争夺上位 急功近利的下国四皇子了 你 按照之前的计划 如果真的杀了出身将门的王妃 然后再嫁祸给南昭国二皇子 想必 马上就要揭穿我这个 替你通风报信的王爷宠妃了吧 之后再将王爷拖入战局 这样两国纷争一起 再加上松国朝堂大乱 您就可以坐收余力了 傻傻的我还以为啊 只要有人替她除了王妃 就可以坐上郑妃的宝座了 蓝侧妃 看来你还不知道谁在我手上 来人 姐 姐 救我 救我啊 姐 你是要来带我走的吗 蓝侧妃 我看你也不想让你们拦架绝后吧 我乱 sure 答案 我kande 阿 makers fi 我 我 我 好 放下 把刀放下 四皇子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了 计划不变 但是 姐 姐你先让他们把我松开呗 我都被关了好几天了 我 我 是 你们这帮废物 我姐厉害吧 我告诉你们 你们欺负我 绑我 等我出去一个个全把你们弄死 你们 你们这帮垃圾 我告诉你们这帮废物啊 我姐可厉害着呢 你小心老子出去干死你们 你们两天欺负我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 计划不变 但是 你们得听我的 本王要收回之前说的话 那个年若兰 跟以前大有不同 本王现在才知道 什么才叫做相思之苦 你那哪是什么相思之苦 你那就是 尽仇远亲的心理作祟 尽仇远亲的心理作祟 你那就是 尽仇远亲的心理作祟 我懂 你有心爱的人 你千万不要学我 要主动 主动 主动 若明知道 要以身犯险 不能给他承诺 我拿什么主动 我终究是个 要离开的人 你不认识 雁随 颜绣公子 你房间快到了 主动的又能如何 要离开的人 终究会离开 来 坐 大哥哥 我去找人帮忙 雁随 来 你喝酒了 你怎么来了 跟王爷喝的酒啊 喝挺酒的呀 这么晚了 有事情要跟我说 太妃让我帮你找几个 年轻貌美的妾室 为什么 太妃知道你跟王爷的事情了 我跟王爷怎么了 什么啊 桂花树下 王爷与你指手相看 那画面令人感动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就只有我和太妃看到了 我怎么没早想到呢 传闻中燕教授不济女色 身边只有一个帅气的腕腕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怎 怎 怎么了 生 生气了 我其实我也只是 这些没边没影的事情 你说起来倒是有鼻子有眼睛的 我这不也是推理吗 而且事实证据摆在眼前 我也难免不联想啊 我也有证据 证明你推理得不对 什么证据啊 你 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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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加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加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来 准备结尾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结尾 太棒了 太棒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太棒了 跳下来了 跳下来了 太棒了我们 终于沉不跳下来了 对啊 对啊 蓝侧妃呢 管他呢 可能又去找王爷了吧 算了 我们不理他 我们跳我们的 姐姐 我们这么跳 真能惊艳四座吗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好戏 还在后头 好戏 主子 您的辛酒汤是给谁备的呀 我们就放那儿吧 先出去吧 你怎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主 酒壮怂人胆 昨晚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你小子 是不是一直在盯着 有图有真相 文字描述呢 更是刺激 要不我付述给你 不用了 时间是不是要到了 时辰已到 只是 我们还要不要回真龙谷 少主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的 但是时间不等人 任务一旦完成 我们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为了回真龙谷 我们坚持了十年 不管穿越多少世界 我都当自己是个过客 三千世界 现实世界 都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人 但是现在 不值得留恋 我对千千都已经那么不舍了 你放得下沐小如 放不下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仿佛一切都真实了起来 甚至有时候 我还会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 那不回了 可是 可是十年来积散的灵力太大 我们如果不撕开空间的话 肯定会被反噬 情况会和当年一幕一样 不 甚至会更糟 如果不回去 不仅你和我 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小如也有可能被困在故事里 永远出不来 有人来了 少主 这故事不简单 你 竹子 胭脂铺有动静了 拉他们 都会扔了 这边 你在这边 是哪里 disorders 问你 已是哪里 你 个人 封印 你 可以 你一定要好好的 听到没有 她叫什么名字 倩倩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吧 走 世界那么大有不同的空气 什么是空气啊 空气没有听说过 不知道 你们看我的词 我的姿色从不需要浓妆艳抹 是不是说得特别对 什么意思呀 就是宽我美呗 全身劣质 你们看我的 我刚刚还独成 好了好了 别闹了 我们先好好背词吧 准备明天的寿宴 一起努力 好不好 王妃 明天加油 上手 有动静 快 拿过来 主子 真要与那男侧妃合作 此人有手段有魄力 实属女中豪杰 但是他之前唯唯懦弱 非常听话 可见他之前一直在演戏 心机很深啊 谁啊 做大事之人 当然会有谋划安排 何况 我们现在利益一致 你无需再去担忧 但是万一他 别废话了 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所以本王决定 谁 你要吓死我呀 姐姐 怎么那么晚还没睡 姐姐不也还没睡吗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姐姐快来 王妃姐姐你来了 快请进 姐姐好 快坐 快坐 姐姐先吃吧 客气什么呀 就是 王妃姐姐和我们的关系 和以前不一样了 对吧 来 尝尝我心跳的辣椒酱 我试试 来 你也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有点辣 辣 姐姐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呀 都行都行 快下巴快下巴 好 好好 好 姐姐 你笑什么 就是觉得 这个场景很熟悉 你们几个 很像我之前的几个朋友 王妃 其实今天在排练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有心事 所以我才带你来吃火锅 以前我们三个只要谁不开心 就一起吃火锅聊聊天 姐姐 但说无妨 没错 姐妹之间不分你我 真心相待 我们愿为姐姐分忧 王妃 我们同在府中那么多年 却直到近日才清静起来 想来真是唏嘘 曾经你和蓝莹 都围着王妃转 我们呢 不是不想围着她 是她根本就不理我们 我们几个呀 就在这王府里 像活着 又像没活着 我们三个就这样 一起抱团取暖 互相照顾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 就要这样过一辈子了 迟到前几天 你开始带着我们一起排练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我在这个王府里 还有念想 还有盼头 至于是否能取悦王爷 我们如今已经不在意了 来这世上一趟 人生虚语 不过耳耳 相遇相知都不容易 何不唱快点活 姐姐 我们已经听你的话 重新振作起来 你也别难过了 我们一起把握当下 要快乐 不要仇颜 光景不带人 为当下而活 才能不复此生 你怎么哭了 快擦擦 姐姐姐 别哭了 王妃 别哭了 对 珍惜当下 能爱一天是一天 来为当下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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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叫火锅女团怎么样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哎 叫四大才女怎么样 自吹自雷 姐姐 你娶吧 那就叫 王府的一个女团 王府的一个女团 可以呀 我觉得 谁呀 你 你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喝酒了 现在哪是说这个的时候啊 你疼不疼啊 这血怎么是暗红色的 就是中了点毒 没关系 中毒了怎么能没事 是不是要去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吧 故事里有没有解药啊 这可怎么办 王妃 主子她真的没事 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啊 吃了我的药 明天就可以恢复如初的 喝 喝 不喝 乖 快喝 不用了 一口气干了 我没事 听话 我 王妃 主子她吃了我的药之后 会睡一会儿 我去拿包扎植物 如果离开的代价 是有生命危险 如果离开的代价 那我希望你活着 我们一起好好珍惜 剩下的时间吧 为了回镇龙谷 我们坚持了十年 不管穿越多少世界 我都当自己是个过客 三千世界 现实世界 都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人 为了她 我可以不回去 可是 是 不回去的话 不仅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小如也有可能被困在故事里面 我还没有想到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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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过 我的答案 我还没有想到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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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能攻击 不算解决的方法 我还没有eng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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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